你看它這塊是完整的豆腐 豆腐鍋是這樣 你要幫您做個介紹 黑色的是原味 中間是柴魚醬油 那青色的話是擂茶 那我們從黑色的吃過去 是鹽乳豆腐嗎? 照理講它是鹽乳豆腐的水豆腐很嫩 哇好豆腐喔 牡蠣純豆腐 是否是廣方牡蠣呢? 不知道耶 這是大家最喜歡的 你知道 弄一塊牛肉給你 弄一塊牛肉給我呼呼 好 牛肉更多 原來牛肉都在下面 原來牛肉都在下面 你看我看少都不行 起司鍋 好明顯喔 只有小腸純豆腐味分二斤 小心看喔 你看這鍋就很清楚耶 你看它的豆腐挖一塊在旁邊 對不對 它的材料在這邊 好像豆腐腦喔 以前的豆腐腦 是不是 可以搭配醬的肉 泡菜起司煎餅喔 海苔蝦仁煎餅 配搭配鹽 他有特別推薦這道 說很好吃 這道是什麼 韓式炒雜菜 韓式炒雜菜 這道經常出現在一日三餐喔 真的真的真的 還有飲食堂 飲食堂 經常會出現的 韓式炒雜菜 對啊很香 很香 好香喔 阿倫第一點 呵呵呵呵 好了 又來了 通常這都吃涼拌了 為什麼他這次熱了 好 焦麻豆乳蛋蛋 也可以拌飯菜 啊 這是高雄貴婦指定 要吃個拌拌麵 蛋蛋麵 這個貴婦好粗魯喔 沒有層次感耶 哈哈 哈哈哈哈 香酥年糕湯 哇 哇 年糕湯 怎麼會是這樣子 甜的 那中間的話是黃金炒麥翠麗 可以搭配我們的炸年糕 泡進去如果是一口搭配都可以 那下去囉 好 紅豆嗎 紅豆嗎 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 哈哈哈